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气缸时喷油气电路故障是什么意思?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,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。 尽管是通用的,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、型号而异。 P0210表示PCM检测到喷油气或喷油气接线故障。 它监视喷油气,当喷油气启动时,PCM期望电压被拉低或接近于零。 当关闭喷油气时,PCM会看到接近电池电压或高的电压。 如果没有看到期望的电压,PCM将设置此代码。 PCM还监视电路中的电阻。 如果电阻过低或过高,它将设置此代码。 潜在症状此代码的症状可能是断火和引擎运行不正常。 加速不良。 Mail也将亮起。 原因P0210发动机指示灯代码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任意原因。 喷油嘴不良。 这通常是造成此代码的原因,但并不排除其他原因之一的可能性。 进样器的接线断开 进样器的接线短路PCM不良可能的解决方案。 首先,使用Divam检查传感器的电阻注射器。 如果不在规格范围内,则更换进样器。 检查喷油器插头上的电压。 它应具有10V或更高的电压。 目视检查连接器是否损坏或断线。 目视检查喷油器是否损坏。 如果可以使用进样器测试仪,请激活进样器并查看其是否工作。 如果进样器正常运行,则可能是线路开路或进样器堵塞。 如果您无权使用测试仪,则将注射器更换为另一台,并检查代码是否更改。 如果代码更改,则更换进样器。 在PCM处,从PCM连接器上卸下驱动器线,然后将其接地。 确保电线正确。 如果不确定,请勿尝试,进样器应激活更换进样器。 remote 慢的话,您不知道是否买的身体? 如果确保电与测试,这产时间,则可以估设限哪有机 Embarc免感拨出性guro ini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